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一期视频就是有关于笔杆的一个选择了 那主要的我对比是一个塑料的一个笔杆 就是简单点说就是这四种就是比较常见钢笔会有的一个材料 第一个就是平常的一个resin就是那个树枝万宝龙146代表着 第二个是这种就是那个漆感就是喷漆感喷漆的这个一个笔杆 然后第三个是印象胶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刚做换的百乐生漆 那主要这四种笔杆的一个对比 那首先这样子那我先讲一下这个重量吧 那重量来讲的话由于四支笔的一个没办法找到就是四种材料 然后去对比 那单纯的如果是说从一个看一下啊 单纯的如果是从一个手感上来感觉的话 那我个人觉得呃第一个最重的肯定是这个呃 我我看我单把笔杆给拿下来吧 因为这一支是我日用笔 OK最重的肯定是这个 OK 12.2那这个一定是最重的这个不用考虑了 因为他我这支海运的话 他是那个黄铜的一个就铜的笔杆 所以说里面金属心怎么样都会比较重 然后再下来了应该是这个呃 就是那个底部的内呃 内胎的话是那个升漆 所以说你附了一层东西总比没有附的重 那我们先来把这个笔杆 你看这个是7.0左右 但是呃 Venture的就万家的这个笔杆的话 它是 它是单这个是单硬橡胶的一个笔杆 这个12.9但是其实这个的因为两个材料是一样的 所以比较轻但是我还是尽量给你们量一下 而且万家的这个它是里面有塑料的一个套筒在里面的 然后外面在还是说它啊不对不对 它整个就是硬橡胶的 然后就是它料也比较多 所以说你现在看比较重 但其实以同样重量来讲的话 就是同样的一个大小重量来讲 升漆的肯定比较重 但是其实两个差不多 因为那个漆真的没有多少重量 最轻的是树枝 呃可能没办法比较 但是这个拿起来最轻的一定是万宝龙这一支的一个146 那这重量排行呢就是这样子 重量的话啊这个虽然说很不标准 但我尽量还是去表达一下 那以重量来讲的话排名就是这样子排 那从左到右那我尽量摆一下吧 从左到右最重的一定是金属内衬的 那如果是说你找到一个别的可能硬橡胶内衬的 然后喷起那但是硬橡胶也不会喷起啊 所以说基本上这一类的杆一定是最重的 所以说这一类的杆通常的比较一个设计都会偏细一点 然后现在一个讲一下它的一个手感 手感上是这样子 那首先摸起来说实话吧 如果你单支给我 我没有这样子去对比的时候嘛 其实说实话四支都差不多 这是真的就没有说我哪一支特别滑怎么样的 更多的明显感觉到其实主要是重量 还有一个笔笔笔形的一个设计 因为笔形的设计跟它用的材料的这个配比 如果你用的好或者用的不好的时候 影响也是很大 然后这个呃你然后再下来就是说摸起来嘛 呃印象教你说比较温润 说实话我觉得146的这个摸起来还温润一点 这这是实话 然后这个的话我这个生气都要摸起来好像稍微卡一点点 就三代讲呃更润一点了可以这么去讲 然后呢这个漆感的话就最不润的 就是说摩擦力我感觉最大的 就是这个是重量的排行 也是摩擦力大到小的一个排行 那那首先这一点要理解到的 然后再下来了我觉得最重要是显得一个比高不高级的是这个 呃反光我现在有太阳可能不是很明显了啊 为为迪文的这个我不确定笔帽是不是喷起的 但我估计应该也是了 然后你看这个类力度上面的一个类力度能看到就是146的这个类力度 你看延展性类力度就反光的类力度都会明显比较好 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个生气的 你看到还是那个146的就是比较尖 你看那个生气的可能他本身的应该是负成气 所以到下面那个地方的时候吧 他到尖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146是一种的话他基本上直接就断了 就很尖的一个反光 然后但是生气的话他就到了一定的延展性 他是一定延展性的时候嘛 还会再一直拉下去 然后印象胶的话也是印象胶 印象胶刚好是怎么夹在这两个的中间 就是这个类力度可能我一下子一个尖 一个尖就是我指的这个 我指的这个尖或者这边的 146到这里就断了 然后可能印象胶的会再拉长一点 然后百乐的那个生气 那就营长性那就更长了 然后像这个的话呃喷漆的话 人有时候能看到一个就是喷漆上面的那个 如果他喷的不好 那会感觉到上面的有一个呃就是 你如果有玩过喷漆的话 他会有那个就是凹凸 有点像那个石头上面那个凹凸感 然后那个粗糙的纹 然后这一支的话 其实海运这一支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不是很明显 那如果做的不好的话 那个是非常明显的 那这主要那个四肢感的一个选择 那通常呢呃最贵的 然后价格上来讲的话 那就是这么摆 那可能要把这个这个什么 就这个顺序给改一改 呃生气的肯定比印象较贵 然后这个也肯定比这个贵 出那不算文豪等等那些的笔款 先不算那些限量版的 就常规来讲的话最贵的 因为肯定是这个这种数字的 因为数字的话 第一个它的性能来讲 它的耐用性来讲 都是比较好的 像硬香胶的话 和生气的话 如果我们从那个耐用性来去做一个排行的话 那耐用性的话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这两种材料都需要好好的保养 而且它不能长时间曝晒 然后温差最好不要太高 那像万宝龙的这个的话 那就怎么讲性能基本上都是很完美的 然后呃呃简洁度等等的 你看这三只的它有一只换位 但是万宝龙这只一呃一只是没有的 然后再下来呢就是要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呃笔感的一个设计 那我觉得这个的话笔感设计的话 基本上完全是个人的 那你你喜欢什么样的那就选什么样 但是呢那个如果你说我个人最喜欢用的 反而是这两种 因为是这两只 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 生气的话它第一个不太能受热 然后容易变形 另外一个是怎么样 就是这两种的它大部分属于一个复古型设计 除非除非是说它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棒 然后呃我觉得如果满意的话 那就就设计真的非常好 但是这两种材料的一个笔感设计 你看很多品牌大部分都偏粗的一个感 然后这个感的一个尺寸呢是非常尴尬的 万家这只还好 但是85这只的话真的是真挺尴尬的 它这个比146要大一点点 但是其实146的这个尺寸其实是最完美的 那像海运的话是我最喜欢用的一个一只笔了 基本上我日用每天就这只 然后海运的话主要是它整体设计真的是很很对我口 然后146的话主要就是说它的一个品牌魅力 还有它其他各方面性能都非常的一个完美 所以呢就是呃如果是我推荐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你基本上就是看笔型喜欢的就可以了 像这两个的话你真的要好好考虑说你自己是怎么样去用一只笔的 你就说我放在那边然后就收藏的那可以 这两个可以如果是说你说日用的或者我有空中用用的也可以 那如果说我初用的这两只说实话真的不是很建议 因为这两个材料说实话吧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用的钢笔材料 现场的基本上都是用这个那以前的话没有那么多选择这个材料当然是很棒的 还有做烟斗做眼镜框 但是现在为什么都呃用这样材料肯定是说它性能也更好了 不然的话像很多大品牌他不会说去换自己的一个材料或者改自己的一个设计的 好那今天的话那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反正就是这四种材料 那按推荐度的话我觉得就分两边吧 这边一边这边一边就是玩情怀的这边我认为是这边是玩性能的 那我觉得就今天这四种材料的话反正就是摸起来吧摩擦力是有差别 但是不会说非常明显 而且你手要非常润的那种手指触感非常强的人才能感觉出来 不会说我这个摸起来真的很温润 就不会说我两只笔一上来哦好明显的不会那样子 好那今天的话就是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麻烦帮我留言一下 有什么那个我漏讲了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期见拜拜